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俄乌冲突打到现在 最近乌克兰用海马斯炸死了100个俄罗斯的士兵 俄罗斯则反过去报复式的打击 又弄死他们100多外籍军团 炸死了一些乌克兰的士兵 现在这个冲突没有什么办法 让他马上止住 冲突还将冲突下去 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看著名学者黄敬先生 昨天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他讲了个观点 他说俄乌冲突用哪种方式收场 对中国比较有利 我们是中国人嘛 黄先生在国外很多年 他是一个学官中西的学者 他来过我这 来过我这书房对话做节目 谈过南海问题 谈过一些中美关系问题 黄敬先生非常炼达 和一般的掉书袋的书生 说来说去都是那些词来回变换不一样 他是研究真问题的学者 而且从俄乌战争怎么收场 对中国更有利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这角度本身就值得大家关注 黄敬先生认为 俄乌冲突对整个世界格局带来冲击和影响 是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这场战争冲击了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 当然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有各个方面 结果还尚待观察 但毫无疑问构成冲击 第二就是战争很大程度上 重新界定了大国关系 不管是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还是美欧关系 当然也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确定性 现在不大容易说不确定性 却增加不少 第三就是俄乌冲突 大家看到的表面现象是貌似强化了美欧联盟 美国西方北约同仇敌忾反对俄罗斯吗 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随着战争拓延 美欧之间的矛盾不和也越来越突出 黄敬先生说 这叫乌克兰陷阱啊 随着时间的推演 这个作用和效果越来越明显 从咱们中国的角度来看 俄乌冲突带来的变化 并非是坏事 黄敬认为 俄乌冲突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机遇 某种意义上要大过挑战 大家还记得战争刚刚打起来 那个时候 中国有一些被称之为重要智库成员 甚至党校博导教授 生死历劫的喊出来要救中国 办法就是投降美国 然后抛弃俄罗斯 说俄罗斯是战略负资产 中国如果此时不在一周十天之内 做出这个抉择的话 我们就完了 吓得魂飞魄散 我当时是写了若干篇文章 做了若干期节目 比较激烈的驳斥这种观点 现在看起来 那个学者呢 人家可能动机是不错的 但是那种呢 被美国人吓破了胆 红美宠美 妹妹生活在公知的残检当中 根本就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世界的那样一些智学的方法 现在是遭到了事实的无穷的嘲弄 黄敬显然是对那些学者的说法不信 黄敬说这个战略机遇啊 首先是你要看到他对美国霸权构成了很大冲击 这次俄乌冲突除了美国直接参战之外 西方所有的办法能用的全用上了 包括经济上全面制裁俄罗斯 给武器 什么都给 结果显然是失败的 更重要的是 美西方的这次制裁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在媒体上 我们看到包括国内的某些媒体 都在嚷嚷俄罗斯 在美国制裁之下 怎么怎么怎么就不行了 但是黄敬先生看到的是 美西方这次制裁 失道寡注 事实 在联合国大会上 141个国家参与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大部分人都谴责俄罗斯啊 但是黄敬说那是表面现象 真正跟着美国人所谓实施制裁的 算了算 只有40个国家 这40个国家里面不包括以色列 也就是说 连美国的铁杆盟友 以色列都袖手旁观 泽连斯基最痛恨 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不提供武器 泽连斯基还是犹太人呢 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 发起了俄罗斯这个能源 资源大国的制裁 所以黄敬先生认为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看到了美西方的秩序受到了影响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冲突当中 我们看到了西方的经济 尤其是全球化时代 西方的经济 没那么坚挺啊 很脆弱呀 制裁给西方主要国家 带来的危害 远大于收益呀 欧洲收获什么了 欧洲被敲鼓吸髓 跟着跑 根本利益受损啊 还有 你至少在全球经济领域 美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 还存在吗 不存在了吧 举一个例子 一直跟着美国跑 关系良好的沙特等盟国 现在都开始跟美国唱反调 不是不做反应 不是不跟制裁 而是跟俄罗斯搞在一起 跟美国唱反调 还有一条 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在逐步壮大 在世界局势当中 南方国家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比方这次巴厘岛G20峰会 发现了一个东西没有啊 美国所谓的霸权领导力 已经不复存在了 以前都说发展中国家 依赖发达国家 村里边的那些穷国 穷人帮着富人 现在发现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 也比较大 生意嘛 不仅仅是市场 也包括能源呀 产业链呀 供应链 很多方面 这是什么导致的结果 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结果 因为经济全球化 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 而市场经济寻求资源最佳配置 追求效率 追求利润 效率利润都要最大化 所以它必然推动以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为主导的全球化 因此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战略 所能造就和左右的美国也干不了这活 西方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弄的动静很大 但是西方所谓的经济制裁实际上在构成当中 你发现黄金先生说 你仔细看呀 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政治力量重塑全球的经济结构 但是政治力量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能做到吗 现在看起来不但没做到 而且是失败 他们以为对俄罗斯北约30个国家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差不多都在里面 一会打俄罗斯 俄罗斯那么一点GDP 以为对俄罗斯是胜券在握 但是现在呢 现在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自己感觉非常尴尬 黄金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谓脱钩也好 逆全球化也好 都是政治上炒作的议题 黄金坚定的说 从市场经济角度看问题 这些都是假议题 遗憾的是 中国的某些媒体人呀 受孔美妹妹宠美的东西影响太深 对美国人说的话太当回事 看不到问题的实质 以为呢 美国人能怎么着 又看不穿这个问题 实质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 黄金认为 由于俄乌冲突新冠疫情 加上西方政府采取全面的对俄制裁 暴露了发达国家的弱点 整个世界都遭到了拖累 这很有可能在今年2023年全球经济形势 导致进一步恶化 其中最需要注意的 说起来美国人心惊肉跳的 小心再次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啊 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总统是谁啊 奥巴马 奥巴马那时候本来是要朝中国下家伙的 但是后院起火了 不得不马上救火 怎么救火呀 想中国求援呀 要求中国出真金白银救美国呀 我们那个时候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 我们那个时候喊出了救美国 就是救中国的口号 我们那个时候四万亿砸下去 我们那个时候是掏心掏肺的 要跟美国人真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后来美国人怎么做的 那是后话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黄敬教授坚持认为 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 今年就是2023年 08年金融危机的那种情况有可能再现 需要特别警惕 一次出现那种情况 一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中国还会像08年那个时候 对美国施以援手 而且不惜代价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吗 除了中美关系 美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之外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侧面 比方说苏联垮台之后 美苏冷战时期在中东地区保持战略平衡 打破了美国以色列联盟形成压倒性优势 诸位 我跟各位现在说的是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那个时候是保持平衡的 中东世界火药桶谁都知道 那个地方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 是吧 由于民族文化历史的关系 那个地方就没完没了的折腾 美苏两极争霸的时候 那个地方大体平衡 但是苏联垮了 亡党亡国了 美国以色列联盟 那当时就赢了 形成压倒性优势了 中东的战略平衡就失去了 长时间得不到恢复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来 大家不断的听到这个地方 这事那事 九一年以来就动乱不已啊 九一年什么概念 九一年就苏联解体啊 所以苏联亡党亡国三十年 中东和平要失去三十年 我昨天跟大家还讲了一条消息 就是以色列好不秧的 一月二号半夜两点钟 突然间就火箭弹倒带 一通招呼 把大马什格 就是人家叙利亚的首都的 南边那个机场 大马什格的国际机场 炸了个稀巴烂 不受限制啊 如入无人之境啊 美国村长在后边镇着 以色列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黄定教授认为 今年2023年 中东地区的形势 可能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然后呢 美国从阿富汗那边撤了 又陷入到了乌克兰陷阱 虽然是乌克兰当代理人 但是美国事实上 是拉着北约小兄弟 非常30加1来跟俄罗斯对抗 这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急剧下降 其次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很明显的想把霸权 扩展到国际能源市场 美国英国美国几个铁哥们嘀咕着 然后采取最流氓下作手段 把北溪一号北溪二号给破坏 这干嘛呢 这就是要使现在欧洲能源高度依赖美国 依赖英国依赖挪威啊 要斩断欧洲特别是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 美国企图用政治方式和政治力量 垄断国际能源市场 你这种做法 欧洲是吃哑巴亏 不敢惹 德国为什么不敢说话 二战你是战败国 小胡子到处打 打到最后呢 所有的力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回过头把你们家打个稀巴烂 德国根本就没资格说话 美国保安部队在你们家镇着呢 你是战败国 你没资格说 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被美国人操控的 那些国家不敢说话 但是海湾国家不敢了 海湾国家一看 美国要用政治方式 政治力量垄断国际能源市场 海湾国家不高兴啊 过去这个海湾国家 他跟美国是有交易的 这个美元作为石油定价 这个东西是跟海湾国家有承诺有交易的 你不跟黄金谋定了之后 你凭什么美元全世界收割韭菜呀 但是石油卖给哪些客户 成交的价格 成交的规模 成交的时间 那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 有自己的商量 自己的平衡 自己的利益 美国并不能的从头发烧到头发根 从树烧到树根全都决定 能源市场的供求 没有美国霸权的介入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介入 你能彻底这个给捣毁吗 能源海湾国家所有的一切你都决定了 不可能啊 现在沙特这些国家就在石油减产问题上就直接顶着美国 一天少厂二百万桶 怎么着了吧 美国最后也没怎么着 对不对 这事以前我们都说过 就因为美国企图以政治手段谋求在能源市场上的霸权 那这涉及到他们的经济命脉了 为了维护整个全球能源市场的基础 不被美国掌控 海湾国家必须在这个事情上捍卫自己的利益 所以中东这个地方 美国不是力量加强了 而是失控了 除此之外 法国民众上街抗议了 法国最有革命的传统啊 什么法兰西革命 一场又一场都是法国人先搞起来 法国人浪漫 这次抗议政府应对通胀不利 抗议政府应对能源危机不利 抗议政府跟这个美国人穿一条裤子 结果呢 自己一再受伤害 屁股都冻着了 你还跟他搞在一起 搞什么搞啊 黄敬先生他有国际事业 他在哈佛做研究 然后回国之后在新加坡搞研究 现在在北京 有机会我再请黄敬先生来专门讲讲那件事 因为今天我是对他谈的那个 欧生的怎么接受对中国最有利 我现在就把他的结论给大家说一说吧 论证过程就比较复杂 刚才说中东地区平衡失去 现在呢 阿拉伯国家敏锐意识到一个问题 需要引入新的力量 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平衡 引入什么力量呢 阿拉伯国家普遍认识到 甚至彼此闹别扭的阿拉伯国家也认识到 中国是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可以引入的力量 为什么呀 很简单啊 中国一带一路纪念十周年了 中国一带一路不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的主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的主张跟中东国家的发展目标原则相契合 你跟中国合作 你沙特就可以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了吧 你跟中国合作 你沙特就能在政治上扩大影响了吧 你跟中国合作就能加深 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关系了吧 你所有的沙特干不了的活 中国全能干 这个海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 中国这个大国啊 影响力在上升 而且过程不可逆 阿拉伯国家的这些老百姓啊 你看人家身上穿着袍子 然后脑袋上缠着布条 什么汉默的名字老茶老茶那些人 认识比我们中国国内的某些人 某些知识分子认识清楚 我们有些人老是一种颓丧的 沮丧的 哭丧的那种情绪 阿拉伯国家的那些知识分子 他们认识到 中国一定会加大对中东的关注与投入 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稳定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一拍即合 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态势 人家看清了 所以有一次金灿荣笑咪咪的说 最不接受中国崛起的 不是美国英国法国 也不是哪一国 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某些公知 最接受不了中国的崛起 哎那太阳总是要升起来的 你接受不了是接受得了 那太阳也要升起来 你勾勾叫太阳起来 你误以为是你叫出来的 你不叫 你睡大觉太阳照样升起来 那是一个客观规律 地球围着太阳转 现在的中东国家 与其说表现出追求独立性 不如说是越来越期望促成新的战略平衡 两条吧 第一条要克服美国的霸权 第二条 克服美国相对衰落 在这个结构眼上中国的介入双赢啊 中东地区历史有问题错综复杂 好多人说中国介入那地方你搞不明白 我不用把那事全搞明白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跟所有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 就这一条 怎么样 那就能站得住脚呗 中国不干涉内政 中国劝和不劝打 中国从道义制高点出发 一律以理性的独立的方式解决争端 不要以狼入室 所以中国的主张结伴而不结盟 这高明 了不得一直如此 大家也心知肚明 关于俄乌冲突 怎么样结束对中国有利这个话题 还需要换个角度跟大家再接着说 下期见 再见